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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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把什麼樣的訊息 向海外跟全世界用中文跟英文 來跟全世界報告 在台灣的檢察官開庭的最新內容 今天我們有華雅電視海外的中文版 我們會仔細的把哪些證據 已經被淹滅 哪些證據已經被變造 那在整個10月14號早上9點半開庭 在台北地檢署 檢察官跟兩位被告 還有另外一位在美國的被告 我們怎麼樣的來跟檢察官對話 還有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律師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要把整個法庭的狀況還原 呈現在全球觀眾的眼前 那我們感謝有外國的媒體呢 也陸續跟我們詢問這件事情的內容 那陸陸續續的 我們會把這個消息 透過各種語言文字 向全世界傳送 現在呢我們英文沒有問題 如果有其他各國語言的高手 歡迎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可以把我們在 當天開庭的我們的新聞稿 我們可以寄給大家 各位可以在各位的僑居地的媒體 向各國的媒體放送 或者是在你的有影響力的 推特 IG 臉書上面 做自媒體的放送 好昨天前天喔 本節目最引人這個注意的 就是所有一個小時裡面 最多同學們回應的 竟然是 大家猜是什麼 就是一個多小時當中 同學最嗨的 那個片段是什麼 是黃尾嗎 不是 是黑尾 是我那個黑尾巴的Pico 我現在叫他又有我旁邊晃 對 那個 一生下來 胸前就帶著一個白色十字架的Pico 今天有沒有機會 讓Pico跟大家say hi呢 要看有沒有緣分 要看他願不願意跑到我旁邊來 我通常這個 不搶狗所難 這是我養狗的原則 基本上 他如果等一下有機會 爬到我腳邊來呢 我就抱他起來跟大家say hi 其實我 比懂狗呢 比懂蔡英文還多 就是說 我對狗的了解 比對蔡同學還多 你知道我去美國念博士的時候 我從台灣帶了一隻馬爾基斯 我這隻馬爾基斯 是從大樓的垃圾桶裡面撿到的 因為他已經奄奄一襲了 可能主人以為他已經掛了 所以把他丟在垃圾桶 這麼有緣分 被我一眼瞥見 我一摸 還有溫度 還有心跳 我抓起來二話不說 叫了計程車 我當下的判斷是對的 不然這隻球球已經一命歸天了 我就把這個球球呢 用計程車一路直奔到台大獸醫院 在那個辛亥路 周山路那個地方 我為什麼做這個判斷呢 因為當下我覺得 設備最好的地方應該在那裡 第二個那個時候我是台大的教職員 我應該可以請他們幫忙 他們應該會盡全力的來急救 結果我就把球球奔到那邊 哇 那一口氣還在 結果你知道台大獸醫院很專業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二話不說 電擊他 把他電擊 然後讓他能夠馬上的心跳恢復 回到正常 然後打抗生素 把他生命跡象穩定下來 我就這樣救活的那隻 從垃圾桶裡面撿到的球球 球球是馬爾濟斯 今天談狗好不好 我們 怎麼從蔡英文談談談到狗 但我喜歡狗 遠勝於蔡同學 所以你們不要罵蔡同學是狗 因為我覺得你罵他是狗 反而是對我來講 反而是稱讚 因為我喜歡狗 我愛狗 搞不好勝過愛人 聖經上說要愛人如己 我覺得我愛狗勝過己 好 我就把這個球球呢 一路這樣拉把長大 那他是一隻馬爾濟斯 你知道馬爾濟斯超級盧啊 盧到一個豹啊 我搞不太清楚是我在養他 還是他在養我 我常常搞不清楚到底我是他主人 還是他是我的主人 為他差點善盡家財 我真的是一代見寬中不悔 餵狗消得人憔悴 好 那 就你知道我要到美國去念書的時候 別人就問我說那你狗怎麼辦 我就說帶走啊 每個人都這樣看我 這樣看我 就跟當時我說我要論文門 你要追到什麼時候 我說我追到2049年12月31日 每個人都這樣看我 就呃呃你們看著吧 我說到事我就會做到 結果 那一天 到機場 那時候還叫中正機場 我出國到中正機場的那一年是1990年吧 我 我看啊 我出國那一年是1988年12月 1988年的12月吧 應該是 我拎著那隻狗狗出鏡 結果 我的家人 還有一些送行的朋友同事 那個年代你知道很好玩 那個年代要去美國念書是大事 現在拎著皮箱就走了對不對 叫個這個Uber或者是 去搭一個那個機場的那種專車 那個時候 欸 就差沒有親朋好友 街坊鄰居都會送行 我想在海外 有過早年留學的經驗人都知道 對不對 很多人來送行啊 這靠到白色老白色地啊 因為當時一出去可能就是三五年 十年才能回來 沒錢嘛 那怎麼回來啊 能去就不錯了 在我那個年代已經算不錯了 1980年末期 我們家不是開什麼樂馬飯店啊 就是一個小學老師 家務很慘 養 六個小孩長大 從鄉下到台北 那 好我就在那個機場 結果所有人看都傻了 我手上拎了一個狗籠子 球球就在裡面 因為我所有的事情都準備好了 那個時候我們搭飛機到美國 而且你看我到 Wisconsin 要搭到芝加哥 芝加哥在轉機 那隻球球馬爾濟斯 小小的 因為我已經打聽好了 只要能夠放在腳 我要讓它放在腳底下 腳底下可以隨身上飛機的 那個時候有個規定 就是你只要裝得下那個籠子 籠子多少呢 12乘15乘19inch 12inch是多少呢 12乘以2.54是30.48公分 然後15乘以2.54是38.1公分 好 就12乘15乘19inch 裝得下小狗的 你就可以放在腳邊 好 這我就稍微輕鬆一點了 因為球球看不到我 他會不吃不睡 不拉尿 我就把它放在腳邊 按照一切按照規定 放到腳邊 那從台灣到美國很簡單 那個時候台灣不是狂選病的疫區 聽說現在是 那時候進到美國 不用檢疫 就當成你一個手提行李 然後我們進海關的時候 他也不用經過X光 就美國人對這個動物寵物非常友善 比對人都還友善 對人還大小聲說 你知道美國海關是全世界最粗魯的公務人員 真的 這句話跟你美國的朋友講 叫他們去跟他們的公務人員講 美國的海關最粗魯 我每次進去都覺得 然後他們說 我是旁邊拉登 沒有你是把我動作什麼 就是 那種態度很不好 好像全世界人都要來偷渡美國 占他便宜那種感覺 好 這題外話 我帶著小狗 人因狗而跪 通關都很客氣 然後動作很快 我拎著這隻小狗 啥也沒說 就跟我的一個背包一樣 提著就入海關了 然後我入海關第一件事情 拼了命把他帶到廁所去尿尿 因為什麼 他在籠子裡他不會尿啊 他憋了十幾個鐘頭啊 然後帶到廁所去 到人的廁所 地上鋪完紙 尿完以後 給他喝一點水 繼續帶他轉機 從Chicago 轉到Madison Wisconsin 就這樣 把他給安頓下來 那 這隻狗狗叫做球球 他呢 陪伴了我不知道多少個 黃昏黑夜白昼 所以 我在寫論文 他就趴在我的腳邊 所以呢 雖然 我沒有 拿到1.5個博士學位 雖然 我沒有寫出什麼Bloody Hell的論文 但是 我能夠拿到博士學位 這隻球球 對我 心靈上 精神上的慰藉 鞠躬絕尾 我可以把我1個博士學位裡面的0.7個 頒給這隻球球 後來在美國念完了書以後 我又把他 在美國的期間我帶他由大江南北耶 還有一張我抱著他 然後背後是那個火箭升空的畫面耶 我帶他去看火箭發射 我帶他去那個Disney World的外面 但是我帶著他到處跑 能去的地方我都帶他去 要嘛狗旅館 要嘛 能夠去狗 狗能去的餐廳 在美國 狗能去的地方 搞不好比人能去的地方還多 那是一個非常的dog friendly 的國家 我這樣講 我看一個國家的人權指標 我看狗權指標就知道了 真的真的 我告訴你 你從狗權指標 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人權指標 就這麼簡單 事實就是如此 狗權指標代表人權指標 那在美國你真的狗得到了非常好的待遇 有狗公園 狗餐廳 狗blahblahblah 狗旅館 反正基本上 對狗呢 非常的理喻 所以我們家球球 在美國這個 這個自由的國度 學了幾句狗叫 美國的狗怎麼叫 然後 但我們這個狗狗就你知道 養過狗就知道 越小的狗越自不量力 尤其是馬爾濟斯 博美希斯這種狗 你知道 那種狗叫做生牌去 人不能生狗也不能生狗 這種就是生牌去的狗 他那麼小 自不量力 你知道有一次我帶他去西卡古 西卡古街上很多馬車你知道嗎 你曉得他看到馬那個態度是什麼 狂廢啊 衝過去那一副 要來輸贏那樣子 我這次抱都抱不住 什麼叫做抓不住 都是那個意思 他看到 那個雞大哥的馬車 這跟他拼了啊 我也是在Madison 校園附近 被一隻大狗追啊 你就看一個 一個 一個學生 抱著一隻狗 在狂奔 因為後面有一隻大狗在追我們兩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的球球去幹農 結果那隻大狗先不理他 第二次不理他 第三隻拔腿往我的球球身上追 我的球球拼了命往前跑 我就拼了命的往前跑 抱起他來 沒命的往前跑 為什麼 因為這隻狗狂追我 後來喔 我才知道 你知道狗追你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千萬不要跑 就跟熊追你一樣 要怎麼辦 翻過身來 而且你不要 你不要低下頭來 你要翻過身來 站著直直的 瞪著他 斥他 就是斥責他 他就會跑 你知道狗從 狗看一個對方 他是用他的高度來衡量他的氣勢 所以為什麼狗會欺負嬰兒 欺負這些 他不是知道說嬰兒小 而是他看他的高度 他覺得他的高度跟他差不多 他就會跟他疏遠啊 如果我們很高 站在他面前 然後不動 大聲的斥責他 他就不會靠近 好啦 狗話連篇已經講了 好 那狗的故事 我們再慢慢講 還有網友留言說 叫我開一個節目 談狗 那我肯定是專家 真的 我非常了解 我按熟 我不但按熟人性 我按熟狗性 我不但了解蔡同學 的犯罪行為 我也了解狗的犯罪行為 狗在什麼情況下 會做什麼事 我完全可以預測 好啦 我們家的Picco 待會如果有緣的話 走到我旁邊來 我再抱他跟大家見面 我再談談我們家Picco的故事 我們家Picco 也是我領養來的 我第一隻馬爾濟斯 是勒斯桶撿到的 今天這隻Picco 是有一個工廠的主人 本來要把他抓去雇工廠的 他的媽媽本來是雇工廠的 不小心 他媽媽是一隻很漂亮的台灣黑犬 那 結果還沒有去結紮之前 不小心懷孕 所以我們家這隻Picco的媽媽 是純種台灣黑犬 爸爸富不祥 那一次生了九個兄弟姐妹 死掉一隻八隻 分別送出去 白白是狗 命運不一樣 他的兄弟姐妹很多人 送去故工廠 那Picco 然後呢 就讓我來養 不知道哪個快樂 這很難講 人生 狗生 不是人可以想的 好 我今天接下來呢 要來談正事 你知道談狗談了十幾分鐘 這談最快樂 談蔡同學不高興啊 對不對 人性怎麼這麼邪惡 對不對 還是狗比較善良啦 狗就比較直接嘛 狗又忠心 狗又誠信 對不對 唉 來 我們來看看 今天有一則新聞 我就光念一下 有這一個Reuters 路透社 Reuters 問 這個Trump 訪問Trump 就今天的訊息 這個標題是 Trump has not spoken with Chinese President C in a while does not want to 來來來 這裡面有幾個事情 川普呢 有好一陣子沒有跟這個 President C 這不是Presidency 這個 不是那個謝志偉說 那個更少C 那個C 這是Presidency 就是 習總統 有 習主席 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對話了 而且Trump說 He does not want to 他也不想跟他對話 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看 就在同一個時間 2019年的11月 那時候選舉前 騙選票的蔡同學說 總統蔡英文接受媒體專訪被問到 如果連任 是否會想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蔡席會 蔡英文笑說 這聽起來蠻誘惑的 不倫不累 不倫不累 我送他四個字 不倫不累 這個回答 相當的不倫不累 什麼叫做這個聽起來蠻誘惑的 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不要說均無細言 講這句話真的 我只有四個字形容 什麼叫這聽起來蠻誘惑的 什麼叫蔡席會聽起來蠻誘惑的 不倫不累 不倫不累 到了極點 真的是寡連閒什麼 我覺得相當的不倫不累 今天 這是兩岸國家的大事 這個大事嚴肅一對 我請問蔡同學誘惑什麼 你告訴我什麼 你的諾貝爾獎嗎 還是你家在中國的利益 還是什麼 什麼叫做蠻誘惑的 相當相當的不恰當 雖然他後面補說了 重點是總統的責任 守住國家最基本的利益 那叫廢話 那不用講 什麼叫做聽起來蠻誘惑的 兩岸之間的對話和平對談 這我認為 我認為任何和平的對話 在對等的情況下 在適當的情況下 在適當的人的情況下 我覺得沒什麼不能談的 聖經上說愛人如己 要愛靈舍 但是我認為 蔡同學如果要舉行蔡席會 我絕不贊成 因為這個人的人品太差 一個毫無公信價值的人 當年馬席會的時候 我們都抨擊他 因為我們不相信馬英九 我們不知道他在密室會談什麼 我今天要講的是 蔡英文跟習近平見面 我更不放心 因為這個人經常掛羊頭賣狗肉 有有勝者 連自己的學位這種事情都能騙 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蔡英文跟習近平這個蔡席會 我更不能接受 他竟然把蔡席會看成是一種誘惑 我請問你 你誘惑什麼 我請問你 你的利益是什麼 你心中還有台灣的利益嗎 進段廣告 來 我們看看 在華雅電視的論文門 我們把10月14號開庭的全部的狀況 還有我們申請的有關證據 哪些證據被蔡同學給封鎖了 我們具細迷移的 在這一集新的華雅電視當中 這一集是用中文向全世界放送 下星期我們會用英文跟全世界放送 進段廣告 我們來看看華雅電視最新的論文門 甚麼都出現 What the צ邊 或者你治療 I want to know if you will stay well I wanna know if you will stay well I wanna know if you will stay well Keep in your eyes I see the tru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es,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ause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all in the end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ov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O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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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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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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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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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台湾司法院的统计 台湾刑事案件平均侦查的结案日数是88天 时间最长的是经济金融犯罪 平均274天 在台湾却有一个不寻常的案子 远远超过这个时间 2019年9月4号 蔡英文以现任总统的身份提告了美国 北卡罗莱纳大学经济学系的副教授林环强 台大法律系的名誉教授赫德芬 妨害名誉案件 案号是9478 随后一个星期 2019年9月12号 同案加告了台大新闻研究所的前所长彭文正博士 案号是10180号官司 而终于在台北时间2020年10月14号的星期三上午 首度召开了侦查庭 打破纪录的历时了406天 我们俩跟着这个社会大众保证 我们追逐的案子绝对不会停 30年后 必要是我带着叶克摩会来出现 这整个案子的过程荒唐 中华民国司法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被告 主动求开庭 也从来没有一个原告 告完人以后就不见踪影 针对这个不堪定不调查的检察官呢 我们提出了像这个检察官凭借文会 要求凭借包围检察官 何况我们恒例是第一届检察官凭借文的委员 兼班人 他用了这个资格为了司法公正 为了这个增下来这个救命 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尽管台北地检署抵挡不住舆论压力 在提告满一周年 不开庭 不调查 不保全证据 记者会后40天 首度召开了侦察庭 但是承办检察官黄伟 仍然技术性地将另外14个案件 并在同一停旗 一口气传唤了15个案件的当事人 以车轮站的方式询问 每位当事人只有30分钟的时间 明显的是要走过一个程序 将15个有关蔡英文总统论文的官司 一口气签结而做准备 这场世纪审判 创下了许多惊人的记录 资深的司法记者 同时也是法治时报的社长黄月红 就曾经在一年前的2019年10月7号 替这场官司写下了注解 精妙地点出了司法检调体系 如何成为总统整肃一己的工具 创纪录之一 国家元首告学者毁谤 全球从来没有 创纪录之二 总统创世界纪录 提告不会成立的小丑案件 创纪录之三 承办如此世纪罕见大案 检察官黄伟却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创纪录之四 案子提告之后一直睡觉 诡异的程度也是创纪录 另外一名学者东海大学法律系的退休教授林滕耀 在立法院科技斩查法人权争议工厅会上 更是直接指出论文门官司 就是一场国家侵犯人权的事件 那我这里这个不争议 这里有哪些人权侵害的事件 我简单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太极门事件 太极门事件是一个 一个老妇人 在路边举个牌 警察机关检察机关 怎么可以把他当现行犯 在这里把他抓起来 然后还把他关了一个晚上 第二个就是促转会的事件 促转会的事件 这也是一个荒唐的法律 建构了一个违宪的组织 然后执意的去查封这个档案 第三个事件就是彭文正事件 彭文正事件 现在蔡英文告了他毁谤 一年多都没开庭 这个检察官是干什么 以前有这个奉命不上诉 现在难道有奉命不开庭的吗 做一个总统最重要的就是说 当人民对他所做的事情 有质疑的时候 他必须要负责任的把它讲清楚 而不是用诉讼的行动 来作为说明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做总统应该不是这样 证明自己想要证明的事情吧 所以重点是在于 他有没有诚意要说明真实的情况 总统提告的官司 本来就充满了高度的政治性 话题性 本来应该也是媒体的热点 但是论文们官司 却成为台湾社会的国王心一 不能说的秘密 突然间八卦媒体不八卦 政论节目不政论 台湾的媒体对于总统的假学历案件 毫无兴趣 媒体环境一招退回了戒严之前 今天早上就是准时9点30分 在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开庭 那么我们先播放 林环强教授这个 他自称罪证确凿 却未被传唤的被告 事实上蔡英文 是有计划在玩弄 所谓的策略性控诉 第一 他的目的是在造成被告心理的诉讼压力 以营造 恫吓被告的 所谓含禅效应 第二点 蔡英文同时利用这个策略性控诉 故意以法律动作 在去年选举期间 诱导台湾人民 就相信 他真的拥有伦敦证监学院的博士学位 第三 我相信 蔡英文也深深的知道 她所提的 反害民意的策略性控诉 一定会败诉 在此 我要提醒 蔡英文以及台湾的司法检调 我们调查 完全有评有据 而我们调查的结论 早已超越法律上合理的怀疑 我们的结论 就是蔡英文的所谓博士论文 以博士学位 通通造假 今天早上9点30分 2020年10月14号 早上9点30分准时开庭 第一个被告 就是我 对于检察官的相关讯问 我都回答意 我不回答 然后 我站起来 大声的宣读 以下的答辩状 被告彭文正 诋毁国家元首 狂称蔡英文 于1984年未完成并缴交博士论文 云云 期间蔡英文先后提出了五个不同的博士论文题目 以招公信 被告不以为然 告诉人蔡英文炫集提出与Mr.Michael Elliott合著 并含444个措字之黑皮精装博士论文一册 被告 视若无睹 蔡英文又指称其两年获得1.5个博士学位 被告 仍不采信 总统府发言人且提出蔡英文之就学学生记录表 并表示因为太过优秀 以至于免注册免缴学费 被告依然不采信 发言人同时亦提出蔡英文之口试通过通知函 及博士学位取得通知函 这两份文件因为匆忙之故 无人签名 被告彭文正竟然不体谅 告诉人蔡英文总统 消干忧情无暇理会被告持续之骚扰 副指示证人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代为厘清 教育部高教司长于2019年7月19日 拿出一本蔡英文于2019年完成之黑皮精装论文 证明蔡英文女士曾经以此博士论文 于1984年间申请升等政大副教授 被告仍然不愿相信 此外被告竟然于2019年10月19号 前往英国伦敦大学 亲自查访总图书馆 及高等法律研究院图书馆之图书馆员 这还不够 被告又亲自翻阅蔡英文女士 1984年毕业之同班同学 Dr. Jose Molina的博士论文 两相比对 有有甚者 被告于伦敦期间还召开了一场国际记者会 将其搜证结果召告媒体 对泱泱大国中华民国之元首之不敬 莫此为甚 此外被告追究1980年代蔡英文同学在伦敦大学求学经历也就罢了 竟然得寸进尺 意图窥探蔡英文教授在台湾的任教经过 明知所有与蔡英文教授相关之东吴大学及政治大学聘任资料都已经配合修改并封存到2049年12月31号 蔡英文总统甚至派任总统府副秘书长刘建新前往考试院任秘书长处理善后 被告彭文正仍然穷尽各种手段 刺探蔡英文教授在1983到1992年期间的任教和升等过程 实属名玩不灵 恶习不改 被告彭文正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新闻及大众传播博士 虽无1.5个博士学位但亦曾经担任过台大新闻研究所教授及所长主任前后长达20年 指导硕博士论文超过100篇 不可能不知道博士学位相关规范 竟仍以蔡英文没有毕业论文云云连续诋毁国家元首 被告于总统府发言人召开记者会说明之后 仍然不知收敛 于全国最勇敢之政论节目政经关不了中 天天抨击蔡英文女士 没学位没论文贾博士云云 至今超过450级 从无一天间断 开播至今一年半期间 共累计了8600万人次收看 触及全球6.6亿人口 影响蔡英文名誉甚至 政经关不了节目中 竟然无视于司法素来为政治服务之生态 仍不断挑战司法 起底司法官为政治服务的优良事迹 有有甚者 该节目又有评有据 致使21万粉丝深信不疑 随后被告又将节目内容浓缩翻译成英文版 提供海外电视播放 除此之外 被告还不惜斥巨资 聘请英国律师在英国新宋 状告国家元首 被告彭文正 明知告诉人证据皆已湮灭 仍然夸夸而谈 跟不上证据的发展 又善获两位束缚众望的优秀律师为其辩护 被告身为知识分子 还担任过第一届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委员兼发言人 2013年承办过检察总长黄世明和检察长陈守黄泄密 关说相关案件 理当按守法律失误 竟然于2019年11月12号 只身前往北检投案 又打电话查询原告被告 并又查询告诉人姓名 并请求开庭审理未果 无视于检察官黄伟奔波忙碌于政治司法案件 对于书记官未必起诉之暗示 竟不知感恩 不是好歹 简直自不量力 胆大包天 基于以上罗列之积极泛逸 及变本加厉之犯后态度 请检察官具体求处死刑 以招窘戒 以章国法 同文证2020年10月14号 刚才的每个字就是我在法庭当中 针对黄伟检察官所做的陈述 原来是权力跟资讯是如此的不对等 我竟然会不知道什么事情要被传讯到台上 而且我接的是一个刑事的被告 何其重大 对人民的一个人权的保障 是多么大的一个践踏 检察官凭着他这样的一个权力 他几乎为所欲为 可以负命不请述 想传唤就传唤 想加案子在你身上 病案就病案 我作为一个法律人 一辈子其实我蛮同情司法的 因为我的学生都是老官 都是检察官 所以我其实平常是不太敢大胜的讲 司法有多恐慌 我都说我因为我自己也碰到过很好的学生 非常有正义感的 还能够坚持理念的一些法律人员 可是这次我亲身体恋了 我真的是心生恐惧 连个船票都写不清楚 连个船票都莫名其妙 竟然要我一个一辈子在法律上打转人去出庭 这次才太荒谬了 不可失忆了 所以我怎么样我都不能够出席这样的一个情绪 那不出席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出席 他经过了406天 我希望他不是逃避 而是积极的查证 所以应该是他如果查证没有能力的话 这么多彭博士也好 曾博士也好 同律师也好 都已经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证据 而一般的刑庭的查讯就是说 被告一定是敌死不认罪 那我们这三个被告呢 不但老早就坦诚认罪 我们的确有提出公然的质疑 这个公然还不只是对大众 还对国际去发声 我们公然的质疑 不但是说没有停止 而且是变本加厉 一再的举出了证据 来证实蔡英文的论文是假的 学位是捏造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还有必要要传讯原告吗 所以不必 他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他应该传讯蔡英文 对不对 他应该传讯蔡英文 这个事情从去年的8月29号 我就说了 非常的简单 去年的时候 我是合理的怀疑 因为这是我的宪法的权力 也是义务 作为一个公民 必须合理怀疑执政者 你所有的作为 所以所有的证据 都蔡英文的箱子里面 我们怎么样做这个 什么大道 可以去把这个证据拿出来 唯一可能把事情弄清楚的 就是蔡英文 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太简单了 结果拿出来的东西 都荒腔走板 一再的举证 那都是假的 所以一直假假假假假 假的没完 这样的政府 谁还敢信任 谁还敢相信你的司法 对于行政公民有抵抗权 如果这么样子拆烂屋 简直荒腔走板的司法 我还有遵守了义务吗 这个案子 我作为彭文正的 辩护律师 其实我们 我反而 跟警察官讲说 如果你认为蔡英文的 所提的证据都是真的的话 赶快把彭文正起诉 到了法庭 到了法庭 大家再来 再来辩论 再来 再来公开 因为现在侦查是秘密的 蔡英文告彭文正 彭文 告彭文正 妨碍民意 彭文正告蔡英文 无告 这两个是 互相排斥的 不会同时存在 相互排斥的 所以我们来静待 希望检察官把彭文正起诉 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到法庭 来看看 这些证据的呈现 但是这个案子呢 因为到今天这个案子已经政治化了 他的政治化的发展 让我们发现这个案子呢 我们作为律师 同样跟检察官法官都是司法法律人 我们有必要去捍卫司法独立 那你看看 我们的案件 我们的案件 这个案件拖了一年多才开庭 这一年多里面呢 我们发现事实上他说没有任何动作的 但是这种的期间我们写了 法律政策申请状 补充状 再补充状 然后叫法律政策申请状 这些东西他都不会处理 那他认为没有保存必要 但是他没有积极去叫他证据什么的 你可以抗拒上面的压力 抗拒任何的诱惑的 你的职位是任何人动不了你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为了司法独立 为了司法官的清白 我们必须帮司法官们 帮司法官们去 在这个案件里面去抵抗上面的压力 去抵抗不当的关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 在面对这个总统提告的官司不仅拖延了长达406天没有任何的侦查动作 就连被告 被告彭文正等人的律师团曾经在第一时间在2019年12月9号就提出了保全证据状 要求保全的保全证据状一共18项 有何遭伪造变造隐匿及爱难使用之处 2. 告诉人可视其权位影响力或国家机密特权 对台端欲申请证据状一共18项对台端欲申请证据保全之证物进行湮灭伪造变造隐匿 或者是致其爱难使用云云 然并未提出任何市政与市民 故无从认定台端主张为有理由 本案之行为10点距今已超过30年 而且遭媒体大幅报道成为全国瞩目焦点 已有两个多月 则台端于此时提出证据保全 实难认为有何时效性或者是急迫性可言 刚才所说的三点理由 其实已经表明了检察官的新证 这个案子他们既不会保全证据 也没有兴趣去调查证据的真伪 也不会去质疑这些影本文件的法律效力 但是问题是 论文们丑闻 目前呈现的证据是南辕北辙 如果检察官已经预设了官方证据的正确性 那么这个案子还有什么可以办的呢 难道那张没有签名的口试通知函 黄伟你也要采认吗 就算我们假设黄伟检察官是一位太过年轻 又没有经验的检察官 不曾遇过政府机关主动伪造文书的案件 但是律师团在2020年的3月 以及5月 再度将这一年办来被篡改的物证成交 要求保全证据 却再度遭到检察官的回博 这回甚至干脆连回应都不回应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事实上 观众朋友们都很清楚 教育部不只配合伪造证据 将2019年才送入妇女图书馆的黑皮书 认证为1984年的博士论文 更将关键证据蔡英文的升等资料 封存隐匿到2049年 请问黄伟检察官依经验法则 教育部真的不会伪造 隐匿证据吗 而伦敦大学到现在也隐匿了 蔡英文的口试委员资料 这个资讯既不属于 各资保护的范围 在葛达费调查案也曾经被公开检视过 但是蔡英文论文连入管的记录 难道也搞丢了吗 到现在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请问黄伟检察官 依照经验法则 伦敦大学真的不会伪造隐匿证物吗 调查学历案却不愿意去搜查官邸 也不敢去查扣蔡英文身上的物证 侦办案件却不愿意保存证据 回应刑事状 让他自案拖延到406天 不能起诉三位学者也写不出结案报告 检察官黄伟 难道办案要等上级指示吗 事实上黄伟无论如何 都无法进行侦查保全证据的理由 其实很简单 答案跟另外一个案子 彭文正提告张敦涵加重毁谤案一样 就是蔡英文不愿意将学历文件交出来 当呈堂证供 如果黄伟案保全了证据 将会牵连到张敦涵案的判决结果 这一案牵连一案的连锁反应 将让蔡英文集团的论文们 兵败如山倒 这就是为什么黄伟背上 独职被惩戒的后果 也必须把这一锅 给扛下来的原因吧 在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度里 当看到一方不断地在篡改资料 不仅早就形成了有罪的新政 甚至还要多吃上一个妨碍司法的公正罪的罪责 但是在台湾 检察官居然还要配合 让犯罪集团持续地篡改 伪造证据 面对司法的黑暗 调查团体从来不指望 透过台湾司法 可以突破论文门 但是司法仍旧可以替 整个论文门的发展 写下记录 记录司法如何遭到政治权利的胁迫 司法如何被权贵操控 成为迫害人权的工具 正如台大法学院的名誉教授贺德芬所说 蔡英文把民主可以做的恶都作变了 也许在蔡英文下台之后 司法官们才有胆势去匡证是非正义 但是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 论文门不只是1984年学历诈欺的 党国转型正义的一环 也是2020年司法改革的重要起点 党国转型正义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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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的一环 党国转型正义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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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环 这一环 一环党国转型正义的一环 这一环党国转型正义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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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环党国转型正义的一环党国转型正义的一环党 现在 ему esperti跳 背後的這些學者我真瞧不起你們 你們的公平正義是有指向性的 毫無原則可言 我再講一遍我瞧不起你們 好 我接下來我來看看 那你說在美國好到哪去也好不到哪去 人性很多惡劣的是如此 但是某種程度來看 我覺得美國的社會比台灣要懂得反省 就是說他們有一些民主的混亂 但是選舉完了懂得反省 懂得有一些機構出來做一些反省檢討的工作 台灣沒有 只剩下政經關不了 好 我們往下看 他那個紐約郵報在報導的時候說 他們取得一個Hunter Biden 就是Joe Biden的次子丟棄了電腦 裡面含著電子郵件有關於 拜登父子在烏克蘭的商務活動 並提及Hunter引進烏克蘭商人跟父親拜登會面 認為這是拜登版的電郵門 你相信這是廢棄的電腦嗎 呵呵呵 這也有趣了 好 反正全世界的政治都這麼搞 好 來 再往下看 這個臉書的發言人 Andy Stone 說 他們在網路上呢 在這個推特臉書 轉載相關的訊息的時候 竟然會以內容真實性有疑慮 臉書跟推特限制他們去轉貼有關這個烏克蘭門 談到拜登的四子 Hunter Biden呢 跟烏克蘭之間的一些金錢交易的事情 竟然不能登 說這個內容有疑慮 好 那麼臉書的發言人說 這是減少錯誤訊息傳播的SOP 我請問你 Andy Stone 你把自己當上帝啦 錯誤訊息是你判定的嗎 First of all 第二個 錯誤訊息的轉傳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人民的基本權利就是他有權利轉傳訊息 對的錯的他都有權利 因為這不是一個上帝審判的國度 不是你認為他錯他就一定錯 這是一個意見與意見交流的平台 就是opinion跟different opinion 都可以交流的平台 絕不是你臉書說對就對 說錯就錯 不過臉書的程度 你看他們跟胡元輝這些 羅世宏這些無良學者合作 你就知道臉書的程度到哪裡 那你也沒什麼好講的 你看他台灣這麼多公正的人 他們會選擇羅世宏 選擇胡元輝 羅世宏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畢業的 他張著眼睛說瞎話 他說這個蔡同學的博士沒有問題啊 論文就長這樣 那你能說什麼呢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看 川普他推文怒批臉書推特呢 這個有關於sleep joe sleepy joe sleepy joe 這個川普笑這個拜登 就是酸他說他叫sleepy joe 因為他很多公共場合 不小心睡著了嘛 對不對 好 他說呢沒有什麼 比腐敗的政客更糟糕的 他噴這個 Joe Biden跟Honda Biden 這個拜登的兒子 那麽白宮新聞秘書 這個 Mcnanny 他說 因為在分享這篇報導 這個在推特上面 整個賬號被封鎖 川普在他Iowa的造勢當中怒批 他說因為這個白宮的秘書 把真相告訴大家 推特呢 就要關閉他的賬號 這樣的事情喔 就是碰到了政治就會這樣 所以有人說 英國倫敦大學 為什麽要替蔡同學說謊 他為什麽不 某種程度來講 他們有一些共同的deep state的利益 就是深層政府的利益 最基本的就是人性 人性不想改變現狀 不想去傷及一個 國家的 其他國家的元首 你看他怎麽對 所以斯里蘭卡喔 斯里蘭卡是什麼樣的國家 的前總統的兒子喔 還不是現任總統 英國倫敦大學 選擇維護他們 替他們說謊 替他們謊稱他的兒子有拿到學位 後來是他的兒子自己承認 這件事情倫敦大學才改口 同樣的葛達費的兒子的事情也是一樣 剛開始全部否認 每個站出來的都捏造假證據 那你說為什麽要這麽做呢 你看看Twitter 你看看Facebook 他們也在為他們的利益極大化 他們也在趨利避害 趨吉避凶 人性就是如此 因為耶穌在最後的晚餐 他把他生命的故事展現給大家 你想想看 你對你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同學 最好的門生 在你要死的前天晚上 你會告訴他們什麽 告訴他 他一生當中最深的體會 跟最重要的哲理 他用自己的故事 告訴大家 人性充滿了背叛 所以呢 他在這個最後的晚餐告訴別人說 在基教之前有人要出賣我 有人就是不認識我 有人呢 要把我賣給這個羅馬 這每件事情呢 他都在告訴他的門徒 人性充滿了邪惡跟背叛 好 今天呢我們要到了 來看看蔡同學的 This is a book 這是蔡同學 這個 完全沒有辦法塗抹的證據 這個證據 任誰也沒有辦法來解釋 我們來看看 142頁倒數第9行 左邊第一個字 proportionate share proportionate 它竟然出現一個怪字 叫做propotinate 就是一部分的股份 propotinate proportinate proportinate 對不起 沒有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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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一個O proportionate proportionate 應該是 proportinate proportinate 就是後面應該是整個句子 proportionate 就是部分的 proport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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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來看看 If two amounts are proportional they change at the same rate so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does not change 好 就兩個東西的比例 如果是相同的 那麼改變一個東西的量 另外一個量呢 也會跟著改變 他們之間的比例是不會改變的 proportinate 這個字 每日一詞 這個字的造句是 weight is proportionate to size proportional跟proportinate 都是形容詞的意思 好 這是成比例的 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家pico 坐在旁邊睡覺睡得很熟 他都不願意進 鏡頭 等一下我不要來 不要炒他了 然後改天 反正他來 他來爐我的時候我就來爐他 你知道狗在什麼時候睡得最香甜 你知道狗一天要睡12到15個小時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他很淺綿 很淺綿 他很淺綿 摔摔摔摔 為什麼 因為他耳朵很尖 他隨時在保持警戒 各位想想看 你24小時戰衛兵 你能睡得好嗎 所以狗狗很可憐 大家要愛護他 他有個天性 他就是要保護他的地盤 不要讓人家侵犯 所以他24小時都在戰衛兵 尤其是他什麼時候最累 你不在的時候 你不在他身邊的時候 他是警覺性最高的時候 因為他認為 那是他值班時間 他什麼時候精神最放鬆 你在他旁邊的時候 各位看看他現在睡在我旁邊的沙發上 動都不動一下 因為他很開心 他基本上呢 他就是很開心的睡覺 因為他知道說主人在他旁邊 他很安全 好 等一下片尾的時候 我再來拍他一下好了 好不好 好 今天呢 我們來看看 在夜黑風 不是夜黑風高 夜深人靜的時刻 我講到狗語無倫次耶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那我們在海外的 宇宙真心學院的同學呢 Lawrence Scott 寄給了我一段 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上面有一段 五支 二十節到二十五節 我們昨天不是分享了嗎 說 禍在那些稱惡為善 稱善為惡 以暗為光 以光為惡 以苦為甜 以甜為苦的人 有惡啦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禍在那些自以為有智慧 自看為通達的人 禍在就是有惡了 那些自以為有智慧 自看為通達的人 有惡了 這就是今天的 夜深人靜的時刻 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祝大家平安喜樂 明天見囉 我們來看一段狗狗囉 我們來看台灣黑熊 我們來看台灣黑熊 等等 還otaar 美巧 write 聊 聊 那個 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